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臭鬼獵人的Party 1,我是SoSo 今天回到Demo Game系列 今次試的遊戲是日本的恐怖遊戲,熊慘 說什麼呢? 她說無緣無故祖父叫你回家 鎮長丑,是一個搬離家居住在城市大學出租房的大學生 然後你發現你父親的永智可不可以得到消息 祖母深山卷身體狀況危急,隨身前往母親故鄉 一座位於深山村莊,一枝奶 自鞋童時候以來,十年已經沒見過祖母了 由於她當年沒有出席她已故的母親 亦都是她親身女兒的葬禮 所以就對她僅僅於懷 坐在一個鎮往鄉間的小路搖房的公交車裡 她會回憶起唯一和祖母的交談 蠶這種生物就算衝破了蠶,她由於沒有嘴,所以沒辦法飛翔 在鏟籠之後通常都會死去,而人就會讓他們變成這樣的蟲 直揚下天空驗上一樣紅色,山的影子逐漸逼近 臭就會在這裏,感受到令人窒息和恐怖,和隱藏多年的真相 聽別人來說,她將女人變成一個蟲 所以很多位置都在暗示蟲 其實有時候,女人的一生都是小小像蟲蟲 有很多束縛,尤其是日本的女生 有很多束縛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很多禮儀要守,那些男尊女卑 在日本那種社會,特別容易感受到 現在來了,剛剛就像我和簡介一樣 第一次很久沒有回來,一枝奶 在公交車裡面 這個牆應該是一些簡體中文字 不過我也可以接受日文遊戲 但不明白為何不出繁體中文 都比較安靜 她說這裡真的在鄉下 還有一點侮辱她 純粹是一個城市人 看不習慣一點 有失蹤人口 奇怪 除了女生 兩個都是女生 還是婆婆 總之一個一定是女生 另一個是男還是女 不重要 總之這條村有失蹤人口 這邊是一枝奶枝星 應該是一些村民 有名的位置 這裡有個... 10元 不知道玩什麼 10日圓 在那裡來說也算少 看來年代算是多 我暫時不太清楚 她的年代是哪個位 這裡好像有波子機 有10元 故障 這是什麼玩 UFO 先玩一下 一來是... 拉動光子 先放入10元 OK的 好像很好手勢 玩四至五次 如果玩不到就算了 她要很大力 可以嗎 喂 掉了 再玩一次 我還有錢 這個... 這一關沒什麼難度 我覺得是... 但這裡還可以 哇... 這麼難的位置 OKOK 這裡就棘手了 可以嗎 大力一點 喂 嘩... 他這麼有難度 嘩... 真的好考技巧 嘩... 略過他呢 嘩...不行 再玩一次 這次不行的話 就留給觀眾自己示範 嘩... 可以走 看看還有其他東西 除了這個波子機之外 暫時看沒什麼特別 那... 鏡頭也是第一身的視點 都正常的 這裡... 像是那些... 龍奸作的... 維修... 收集署 這是什麼 全部都是10日圓 叫你玩這個遊戲 我覺得無需玩 對於自己來說 這邊是什麼呢 先看看 我喜歡探索一些... 雖然他掌模 但他不會有些... 噢... 他不讓我去那邊 他自己也有既定目標 就這樣看的話 依然是失蹤人口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一之內 建造這個... 大壩的地... 地點來的 大壩? 為什麼會起到大壩? 難怪沒有人來的 這個對話也是有點奇怪 因為他知道是... 起大壩 暫時有個特別 看看上面是什麼 這裡真的有那些... 正常的... 屋 這裡上去... 也沒有什麼 這邊是什麼 這邊就像墳墓了 有一些木... 那些是... 這些是... 正常的套路 這些是... 看看這個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墳墊 可以看到 新山家之墓 左爺爺也是... 樓面在這裡 除非死了爺爺 也死了... 奶奶... 祖母最近已經死了 她媽媽死了很久了,看得出來 好像有個神社之類的東西,看看能否去到那邊 但好像走不到,看到不能走 這就是我的房子,其實我的房子也很大 暫時也不太恐怖,看得出來 整個氣氛是有在的,但實際來說其實也不太恐怖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我真的不覺得特別恐怖 不知道是否因為她接近黃昏時,但還未到晚上 所以那種恐怖氣氛是未有的 但我之前看過預告片,有點像清水熟的恐怖片 那些感覺 因為這遊戲是日本人做的 一定是 連我的氣氛和氛圍都很平淡 整個房子也沒什麼變化 畢竟是十年之後 也沒什麼特別,有信 至深山眷 村裡的年青人就是找到我 作為村長的我可能說服你 你一直無視水壩建設的搬遷請求 逼你離開代代相傳的土地 大家都很痛苦 雖然痛苦,但是一個無可內閣的事情 我和村民都含慮作出了決定 對於養蠢起家的深山家 無論搬到去哪裡都不會為金錢所困擾 你不是正要做出一個決絕的時候嗎? 有件事我只能在這裡說 涉及巨款的案件傳來一個不好的傳聞 在被採取粗暴手段之前,我們要作出一個決斷 村長樓 都要叫我搬遷,他逼我搬遷 他給了鎖匙 應該說完關要鎖匙 早墓的鎖匙 知道有什麼用嗎? 看看這邊 真的很久沒理會 暫時也不太恐怖 有電話不正常 這裡有一個... 墓碑 上不上香? 我只是覺得不上香 也不相信這些東西 雖然對先人的尊重 但我也不太相信 感受是絕 不錯的 有些...清明丸 有什麼用呢? 喔,是補血用的 其實有機會是一些... 操心遊戲 遇到怪獸,可能要逃走 我覺得這遊戲也很正常 這裡有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畫 暫時都是黃昏 所以整個氣氛上 我自己覺得不是很恐怖的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看畫面那個 我看看能不能蹲下 不過所有的問題 不知道問題在哪個位置 這裡...這裡好像沒什麼來過 有封信 臭小時候明信片 吸最愛的左一爺爺 你過得還好嗎? 今天我在春天上小學 每天都要上學 學習這個語文和數學 有件事真的很拜託爺爺 想送我一個採集昆蟲的套裝 媽媽說蝴蝶和蜻蜓都不是玩具 抓起來殺了他們 太可憐了 所以她說不買給我 但我們朋友大家都有 只有我的帽 還有啊 你什麼時候才來家玩呢? 我好久沒見過奶奶 希望奶奶可以一起來 每次爺爺回到去 我都會覺得很傷心 每次拉著媽媽問 爺爺 下次什麼時候再來呢? 媽媽回到搭了我之後 爺爺住了很遠的地方 所以不可以經常來探你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見到爺爺 我等到你的回覆 小秋 我真的很懷念自己很小時候 就可惜寫字 但是很可惜 我最後都沒有收到爺爺回信 爺爺是死了 沒有寫信給他 還是怎樣呢? 這裡我躲起來 看來真的像是 有自己像我 歐拉所做的魔法 可能有機會遲 暫時看也沒有什麼特別 這裡也來過 因為我習慣 我通常都把那些 離過的地方 最喜歡的東西 開了門 以防自己忘記了離過 也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看看另一間 這裡也來過了 這是一個廳 是不是廳呢? 開燈、關燈 暫時還沒有去到 這個位置也有點奇怪 還是10日圓 這房子也很大 其實這些像某些惡惡的房子 大到這樣 暫時看也沒有什麼特別 這裡是個 快遷漢 是個 10日圓 這裡 是蠶架 心山家 很久以前放棄他 有個蠶 令人非常不愉快地談話 不是很好 對他來說 這裡應該像廚房 暫時看來沒什麼恐怖的位置 先看看這裡 最關鍵的是找到梳妝桌的鎖匙 暫時未見到梳妝桌 有劇情,因為口渴 少許像狗 我明明有杯不用 其實有杯有碗 所以我自己覺得有點奇怪 不過不要緊 還是劇情 這裡有隻雞 雞似是被人殺死 也沒什麼特別 看看這邊 這裡說可以休息一下 我再看一會 這裡呢 這裡有個字條 寫給小臭的回信 小臭親自寫了一封信 寫得非常好,真是很了不起 我感到非常驚訝 對呀,媽媽也不讓你買的 昆蟲套裝 爺爺收集了很多蝴蝶 後來有個人跟我媽媽說 我決定不再捕捉 和收集蝴蝶 我決定仔細觀察他們 而不是剝奪他們的生命 為了保留美麗的外表 雖然無法再幫你買更多的昆蟲 採集套裝 等到夏天來到的時候 我會帶小臭去很多昆蟲 和蜻蜓的地方 奶奶的家裡很多工作 很忙 沒辦法跟你一起見他 所以爺爺會連同奶奶 一起陪著小臭 玩得更加盡興開心 跟小臭分別的時候 然後爺爺更加顯得寂寞 分別的時候 我會很用力地苦摸小臭的頭 但我會祈禱小臭 和一直健健康康 雖然寂寞 但爺爺也很能幫到奶奶的手 別扭動了 做個聽話的小弟 我們夏天再見 爺爺答應你 爺爺有寫信給他 但寄出封信之前 爺爺已經死了 真的爺爺也死了很久 就這樣看他的內容 也沒什麼特別 鎖了 這是梳桑桌 這裡可以躲起來 我不知道日後的展示有什麼幫助 但起碼只有G字 暫時還沒去到恐怖 我覺得整個遊戲 好像也沒什麼可以走 看上去 這個是Safe點 有到符 我覺得符是Safe點 不過不實 有趣的 這裏是什麼 這裏就是浴室 這裏應該找到梳妝桌的鎖匙 看一看 有漏水 好像是 不知如何找到 應該還沒拿到一些道具 所以拿不到也正常 再看看 其實如果有什麼特別的話 我覺得可以休息 就看到 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廁所嗎 這是廁所嗎 廁所和浴缸分得這麼開 通常在香港 不知是否是小的關係 通常就放在一起 這裡有一個數字密碼鎖 這裡應該有些秘密 不知道是什麼秘密 待會兒看看 來到再搞 這些開燈位應該很重要 我試一下直接休息 因為現在也沒什麼可以做到 先休息一下吧 對,休息到晚上 應該是促進劇情 休息到晚上之後 先看看 看看什麼 晚上的氣氛玩 應該會比較恐怖 雖然現在我已經是晚上玩 但我講遊戲的晚上 但一來已經有些散疏 有點悶悶地 整個故事應該圍繞著蠶蟲 他說女人一生 應該是多衝撥 好像蠶蟲一樣 都被人圍繞著 現在有些散疏 我覺得她的氣氛是恐怖的 我覺得她的氣氛是恐怖的 應該是她的井裡有人死了 有點咒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咒 我去過...這個可能是媽媽 還是她的祖母 在哭著 還有一些火車聲 完全都陪陪著這個彼岸花 陪陪著那種... 不安感 其實劇的鏡頭 沒有什麼特別 但你總是覺得有種不安 彼岸花 現在被人稱為 一種通往靈界的枝花 因為日本很多劇情都一樣 我之前玩過鬼節東京都一樣 彼岸花是一種特別的例子 讓她綁回我媽媽 現在回來晚上 自己覺得有感覺 這一刻 她回到這個位置很棒 看看她要做什麼 她做了一個很討厭的夢 她覺得是做夢 完全與此無關 我先開燈 真的... 是有點... 但我都要開燈 有沒有那麼疲 開燈 看看有多光 其實也不是很光 看看有什麼看 她有電視機 早上我也不太確 有什麼看 有什麼看 有個倉庫值送的電話 嘩 我都... 一男一女 你了嗎 應該像那些大貨 嘩 有些恐怖 看看我... 有幽靈啊 UFO 宇宙... 這個就好像亞士那樣 拆解外星人 很久才能做到一集 我銷售東西 我已經重複了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 欸 這個真棒 這個 一動物頻道 還有沒有 沒有了 這樣反映著自己更恐怖 不要看了 我想... 外面 開燈好 逐點逐點開 這裡還是要進去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這樣走 真的有點害怕 其實沒什麼發生 但你都感覺到那種恐怖 那一刻才厲害 這裡的廁所 今天早上走也沒有恐怖 你不是黃昏的時候走嗎 晚上走呢 你真的... 看不到什麼 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看看黑毒 大佬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看到什麼 在心想 在心想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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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關出來 看看是什麼 原關 也不知道是否在這邊 不要緊 不要緊 你怎麼這麼嚇一跳 你怎麼這麼嚇一跳 大佬 你怎麼這麼嚇一跳 不要開燈 不用每次都很嚇一跳 OK的 這裡是睡房 要睡房再開一開 而且越多燈 你越有安全感 不是 搞不定 所以可以先開一開 到時 打怪 走路 都比較方便 起碼看到路 圓關 今天早上走那裡 我都不是家裡的路 不認得路 那邊去 我想說很安靜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 好像沒有那麼安靜 這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先開燈 開燈 還是那一句 其實已經好一點了 開了燈 怎麼不開燈 真糟糕 這裡是哪裡 這裡 這裡是廚房 有沒有開燈 真的 黑得 你也不太過 哪裡打哪裡 這裡是圓關 這裡是圓關 地管哪裡是圓關 我不知道哪裡打哪裡 這是石頭路 看看 看看 可以這樣走嗎 這裡有隻雞 這裡也沒有來過 我早上也沒有來看過 這裡有什麼 這是10元 可以假裝雞 可以一起 今早上也不覺得有雞 這裡可以看裡面 沒什麼特別 現在先去那個地方 先看看 圓關在哪裡 真是當失路 真的 每次都是這樣 玩什麼遊戲 很大聲 有點恐怖 真的 這種不安感 是不知道怎麼來的 這個圓關 應該是這裡 這裡有什麼 死了是雞 雞 剛剛還叫生歐歐 雞 剛剛還叫生歐歐 有電話聲 搞什麼 在這邊 死了 沒看到電話放在哪裡 這個 唉 黑了一會兒看不到電話 他爸爸 嚇死了 機緣打來 他祖母不是自然死亡嗎 不是因為病情 不是因為意外 他說他奶奶肩膀又被辣外痕跡 這樣就糟糕了 是一人也會不會再一人 一人也會不會嗎 是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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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林奕 是對 有乾杯 我非常想說 你是面對殺人犯 那有關你小時候的事 等一等 這個我還記得這條路 廚房嘛 廚房我最近才去過 先看看,廚房 好像在這邊 好像是擋室路 這裡不是廚房 又在哪裡? 欸,像這裡 先喝水 又要拿舊兜 搞什麼?我是星人? 現在要回家 這裡有一次 這裡 搞什麼? 這裡要出去嗎? 我走到哪裡? 不知道他走到哪裡 奇怪的聲音 什麼事? 有一個人影 是人嗎? 嘩 那一下 這裡有一次遇到那些人 應該是斜鈴 怎麼看見樣子 是不是要開始走路 一定是要殺雞 來了來了來了 不讓你看到 有些事 這個位置結束 我覺得挺有趣 7月12日 這個已經推出了 挺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是想玩的 但我 很多時候都沒辦法 我覺得我可以推薦 我十分推薦這遊戲 因為它是有那種 之前舊式那種 日本那種 恐怖遊戲的氣氛 我自己覺得是挺出色 所以大家可以單一試 玩來玩一玩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和訂閱 如果想多看一些其他demo 或者建議我玩什麼demo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